天上的一粒孤星 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 一件單獨的事件 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 串連起來 才可以變成一個 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 尼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話 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 發出的光芒 勾劃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 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上個星期找了夫子上來 今個星期找了林和立老師上來 大家都知道由我們的宣傳牌講到 我們今天繼續說 習近平就是中共黨中央 向人大建議取消 國家主席只可以任兩期的限制 就是這樣 這已經有很多東西說了 除了有林和立老師 這個中國問題專家之外 還有久違了的李紹富 剛剛從花旗國回來 沒什麼問題專家 絕對是專家 沒什麼問題 那你過去享受世界 有沒有坐一下美國Amtrak火車 環遊一下 很多年沒有坐 以前貪玩坐過一下 在東岸會坐一下 但不是經常坐的 有沒有玻璃頂啊 沒有 哪有這麼漂亮啊 我對火車有一點興趣 知道也不是很多 不過有一點點 就是原來世界上最長的火車 就不是在俄羅斯 一列火車 一列火車 不是鐵路 我說火車 Train 不是在俄羅斯 雖然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鐵路 是世界上最長的 很苦的 想起來 起碼是 曾經那段時期 也更加不在美國 也不在英國 更加不在中國 在某個不是很大的 人口不是很大的國家 叫做大陸 也叫做澳大利 香港的官人叫做澳洲 西澳洲 就是世界上最長的列車 講列車大家明白了 有多長呢 原來是有七公里這麼長 七公里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意思呢 少許的計算 計算到等於140個標準泳池這麼長 坐的士 可能跳標跳六七十塊 果然是專家 果然是專家 運什麼呢 這麼長火車 當然不是載客 哪有這麼多客人 一次過有這麼多客人 是不可能的 原來載一些鐵礦沙 西澳洲載鐵礦沙 運到哪裡呢 當然是運到碼頭 柏斯附近的碼頭 船的標準在哪裡呢 這麼多礦沙 亞洲主要就是中國 柏斯我去過幾次 風景很漂亮 還有它最佔優勢的 就是那個時間 是北京時間 即是跟香港一樣 跟香港一樣 是北京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跟柏斯 澳洲人說 我們應該先著先機 即是跟中國做生意 因為那個時間 那個 是一樣的 即是北京時間 至少通訊 往來 就不需要你等我 我等你 對嗎 對 Anyway 澳洲 最近經濟都不是很好 因為大陸 買少了礦沙 澳洲沒有什麼都出的 曾經有一個製造業 不過正在收縮 澳洲第一大出口 原來就是礦沙 不是鋼鐵 是礦沙 他自己練都難 我看練要成本 第二就是出媒 而第三就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現在高等教育 賺很多錢的 原來 他將視乎高等教育 當作一個industry 他簡直是 叫做industry 是一個industry 一個business 一個生意 資助他的大學 教育工業 教育工業 為什麼拿出來說 就是 大陸對澳洲 有人說是滲透得很厲害 而澳洲也是 美國其中一條防線 澳洲高等教育 即大學系統裏 有16萬大陸留學生 背後受到指揮 去年大家都聽到 很多新聞 關於大陸留學生 要顯張民族主義愛國情懷 在課堂上 跟教授 經常斥責教授 資料錯誤 哈哈哈哈 當然的情況 美國一樣有 美國更多大陸留學生 三十三萬大陸留學生 三十三萬大陸留學生 都很多 背後 又是受到指揮 哈哈 有些說不情願 有些是情願 無論如何 其實 在澳洲這個國家 政治上 他是一向依賴開美國的 經濟上 他就要依賴中國 是比較特別的 沒錯 澳洲是很難做的 現在有呼聲說 可不可以 再叫特朗普出來 即是叫美國出來 是領導的呢 有些澳洲的人說 澳洲其實是 都覺得美國是沒有意領導這個世界 由於特朗普上台 第三天就要退出TPP 沒有意領導這個世界 那麼中國 就更加給中國的路向上 這個集中可能就是 覺得自信心 在這樣的環境下 自信心特強 就說 要取消兩任制 阿鑑守怎麼看呢 其實這個特朗普 沒有可言 特朗普是 上帝給習總的最佳禮物 我想很難有一個 更適合 比他更加覺得暢快的禮物 不過說回這個 取消這個 國家主義和副主義 任期的問題 我也看過很多外國 和國內自己分子的反應 有些稍為意見激烈一些 甚至說 這個 習總這個行動 是一個政變 是一個個人發起的政變 要軟政變 有人形容 軟政變 今天我剛剛看到 就是這個 Jerome Cohen 這個科恩教授 他就是美國 最早研究中國法律 是一個電台 電堂級的人物 康恩剛剛寫了一篇文 他也是用了這個 constitutional coup 就是憲制上的一個政變 來形容這個大的變化 當然 大陸本身的黨政部門 其實他每天都做很多民調 但這些民調 可惜 從不公開 從不公開 他們都做民調 做民調 每天都做 而且他們才大氣粗 什麼題目都做 對於普通市民 有關這個 修憲的反應 當然是大陸高層 鱷子獎 但是不得不承認 就是 這個 畢竟是一個很大的變動 有些人甚至說 是中國 天安門事件 原來是政治事件 是影響最深遠的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取消了這個 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暗記 等於就是 將鄧小平 我們今年剛剛是紀念鄧小平 改革開放40周年 將鄧小平那個80年代初 那個 無論是 主要是制度性和政治改革 是完全推翻 因為鄧小平 大家都知道 他吸收了文革的經驗 痛苦的經驗 而且他本身也坐過很多年牢 其實他和習近平的爸爸 習仲勳 也是文革主要的受害者 所以鄧小平一上海之後 馬上訂立了四五個規條 這四個規條 其實我們都很熟悉的了 第一就是 沒有一個幹部 無論他多有民心 無論他多有個人魅力 不可以搞個人崇拜 不可以搞個人崇拜 全黨全中國 是有一個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就是 政治局 無論是五個或者七個 或者九個常委 是集體領導 而這個總書記 在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裡面 只是一個集體領導 如果用英文說 就是 first among equals OK 但first among equals 我找了很多本字典 沒有中文的 因為中國人沒有 first among equals 這個概念 但所謂first among equals 我們形象化地 很容易明白 就是說 假設七人常委 或者九人常委 他們投票 很大分歧 要投票 但投票沒有結果的時候 總司機那一票 其實跟其他常委的票 價值是一樣的 總司機那票不是說 重過其他常委的票 跟其他人一樣的 跟其他人一樣的 另外 鄧小平也提出了幾個改革 其中一樣 就是西方的中國通 很關注的 就是一個 有秩序 沒有流血的一個 權力交接 即是接班的制度 所以我們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在北京工作幾年 我很清楚 鄧小平很早在幹部層面 定定三個梯隊 接班的三個梯隊 最年輕人 就是指定他們有機會 提升得快些 譬如在1984年左右 關家寶就是在甘肅 調回去北京 因為鄧小平覺得他有潛領 所以他就是破格地 由甘肅 一跳就跳到做地質部的副護長 這個是第三梯隊 第二梯隊 就差不多 已經有機會 或者做了中央委員會委員 而第一梯隊 就是馬上要接班 馬上要接班 所以 雖然經過了六四 一個不幸的插曲 基本上 就是那個權力交接 由鄧小平 至到江澤民 至到胡錦濤 至到習近平 基本上都是有秩序交接 而這個鄧小平 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面 就是在1982年那個 最重要的憲法裡面 就寫明 就是國家主席、副主席和總理 是不可以做多過十年 就是兩屆 每屆五年 但是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在黨章裡面 對於其實這個權力含金量 最高的兩個位置 總書記和君威主席 就沒有這個任期 沒有任期限制 這個我唯一想到的解釋 就是說實際上黨內的元老 很多人反對鄧小平這個改革 所以就在這個黨裡面 就留一些空間 就沒有定定是最多可以做幾屆 也有人說 這個是出於鄧小平的私心 因為鄧小平 各位都知道 就是他在上一屆三中全會 即1978年12月 這個所謂三落三上去的時候 鄧小平本人也是很亂賺權力的 所以他那個君威主席的位置 他就不想這麼快交出來 實際上是自到這個六四事件之後 他不得不把這個官位主席 交給江澤民 那說回剛才這個所謂憲制的政變 或者是有些大陸的學者批評 習近平是這個騎劫了 即是將個人 就highjack了整個黨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這個3月25日 即是國內媒體公佈說 會馬上會修憲 即是取消這個 2月25日 2月25日 取消這個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後 很多中國人馬上就驚醒了 他們就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是說 嘩 是不是我們又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呢 因為毛澤東是由49年至76年過世 是一個沒有權力限制 也是沒有任期限制的 那毛澤東是一個可以說是半仁半神 有些人覺得他是神 所以這麼多這些紅衛兵 是無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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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那現在就似乎 中國又回到一言堂的時代 一言堂就說全黨全國 是一個英文所謂Echo Chamber 是一個回音谷 回音谷 但是回音谷裡面 只是聽到一個聲音 就是習帝或者習總 或者我們有些人叫小習 小習的聲音 那麼 就習的指示 他的發言 他的最高指示 就等於法律 是否回覆到這個程度呢 當然有些人覺得 提出這個所謂政變 或者是騎劫理論的人 有些危言聳聽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不能否認 就是習近平在2012年11月 這個十八 這個黨代表大會 十八屆黨代表大會之後 他全心全意就是搞集權 集權 就將這個 譬如說 有其他的排系 譬如最明顯是這個團牌 團牌這個李克強總理 李克強總理 就根據中共以往慣例 就是總理是負責經濟的 就以前的總理 我們看到譬如說 這個強勢如 一個朱鎔基 或者是稍微弱勢的溫家寶 他們都是這個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從鄧師榮開始 中國最高的決策機構 實際上是 就是在黨的最高層 向這個 政治局常委 匯報的一系列的小組 包括中央外勢領導小組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中央對台領導小組 也包括 從2003年開始的中央 港澳協調領導小組 也包括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親自 他推出了三個小組 一個是 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另一個是 中共有關 控制互聯網的領導小組 第三個就是 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三個都是由 習推出 亦由習牽頭 實際上 有些漢學家 就說 習其實前幾年 已經變成 他們叫做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因為他們是 所有的領導小組 當然包括軍委 含金量最高的軍委 以及其他的 管理經濟也好 管理外交易也好 這些領導小組 或者中央委員會 全部都是 習是領導的 其他的 權力機構 比如說 國務院 基本上是靠邊站的 所以我們 我們看到 李一強 差不多有史以來 起碼改革開放以來 是最弱勢的一個總理 而 現在 馬上 31日 31日 要通過的一個 修憲的改革 當然 一定會成功地 得到人大的支持 這個修憲之後 變成了 北京有些政治學家說 這個三位一體 就是總書記 軍委主席 和國家主席 三位一體 這個制度 是 恆常化 和永恆化 和永恆化 因為 如無意外 習總的身體 似乎 習總的身體很好 雖然他是 1953年 今年是 65歲 65歲 但是 如無意外 他一定會做到 總書記和官委主席 會做到 2027年 也有可能做到 2032年 2032年 那時候 他是79歲 至於 這個國家主席 位置 他也很可能 會做二十年 就是 由 2013年開始 做二十年 到2033年 到時候 他是八十歲 八十歲 高齡 其實在中國 有一個老人政治的傳統 八十歲 有些 我大陸的朋友 就說 八十歲是剛剛 步入中年 剛剛步入中年 李少傅也是少年 少年 也是 你也有少許雜種 有人這樣說 可以參加一些 青年領袖獎 青年 剛剛步入青年 剛剛步入青年 沒有久 少傅 你是從美國回來 美國那邊的反應如何 其實 我看到 如果大多數主流的 媒體或評論 都一定是 就是說 這個是 一個 即 他不會說 這是好事 集權始終 和我們所謂的 自由民主價值 是 有一個 抵觸 不過 其實是南縣北切 不過 大家從來都不當中國 是一個 本來已經不當它 是一個開放社會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 我記得早幾年這樣說 中國始終還是有 它的一定封閉性 怎麼知道 很多人說 不是 你看看中國 其實 很多人用的那句說法 就是說 你看領導人之間 不一樣是有更替 他們之間 不一樣是有 他們的平衡 當時他們這樣說 你不要當中共是 真是一言堂才行 這樣 孤且聽節 甚至乎 我記得 習近平和李克強 還沒有正式做之前 曾經有人相信 他們會比起 胡溫 還更開放 是有人這樣想過 因為他的班底 劉鶴是現在做 經濟事務主要的 將會做副總理 有人說 劉鶴是一個 自由派 好像在這個組合之下 他們應該會這樣走 一直走下來 大家就會看到 制度會令人腐化 可能制度 會製造了這個契機 加上條件成熟 就出現了現在的一個結局 我覺得是這樣 英國的經濟學人 Economist 說 我們是不是看錯了中國 他自己看錯了中國 他認為中國現在 整篇社論出來 批判這個專制 現在說專制走向獨裁 你剛才說 習近平的班子 會開明一點 幾年前 30多年前 習去美國 愛歐華州 愛歐華那裏實習 不過是兩個星期而已 我對習中了解不多 不過我猜他會開拖拉機 美國有一個牌子 很厲害的拖拉機 叫John Deere 是多於E字 D-E-R-E 世界上最有名的農業器材 因為他在2012年 他還做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去美國訪問 當然去回以前的 HOME TOWN 就是Iowa DEMON 找回以前的 host他的Family 其中一個鏡頭 拍到習近平爬上 在一個很先進的拖拉機 拍照 是綠色的 因為John Deere是綠色的 我猜他可能會開拖拉機 你們可能會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 他一直都有做這些形象 就是給人感覺 他都不是一個封閉社會 他不是金正恩 但是我對今次這個所謂修憲 是有些疑問的 疑問一就是 我記得我政治啟蒙的時候 就是89年 那時候才開始了解一下 中國的權力結構 第一個問題就是 國家主席 原來不是最大權的人 這次這個所謂修憲 是把國家主席 可以連任多過兩次 最終不知道幾次 他講得很diplomatic 他說跟這個人大 是對應的 對稱的 總之國家主席的任期 跟人大的任期是對稱的 人大就五年 五年 他沒有說幾多屆人大 有很多人大 是可以做很多年 好了 我的問題就是 假如我給國家主席一路連任 但問題就是 在黨那邊又怎樣呢 是否一樣是 三圍一體 軍委主席 黨總書記 國家主席 這三個身份 一路延續下去呢 不過我看《人民報》 和《環球時報》 一些官媒的看法 他們的確就是 為何這次要修憲呢 就是為了達到這個三圍一體 就是將三圍一體 這個領導結構 就是三個最重要的位置 由一個人擔當 是恆常化、制度化 所以就 似乎就是 假如習近平 就是他的身體 沒有問題的話呢 他似乎是 就是這三圍一體呢 會延續到 起碼是 我剛才說 就是2032年 或者2033年 不過我想說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 為何有一些 無論是國內的 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國外的 中國問題專家 說這次是一個政變 甚至是一個騎劫的 一個政治舉動呢 就是說 我很記得 就是 鄧小平 在三中全會復出之後 就 八二年呢 就千絕萬苦 就搞了一個 憲法 就是八二憲法 其實我們目前這個憲法 主要是八二憲法 而八二憲法呢 是經過一兩年的 很深入的討論 無論是 就是鄧小平 當然是代表這個 開明派 但是鄧小平 也都要接受 陳雲 李先念 這個黃鎮 補一波等等 補修派的意見 經過是十上十落 那個討論呢 而且幾透明下的 才是達到共識 而這個2004年呢 胡錦濤執政呢 也是進行初次 或大或小的改革 那麼2004年呢 我很多時候都在北京 我亦都親身看到 就是說 這個2004年的修憲呢 那個歷史呢 起碼一年 還有當時呢 就在國內的 主要的法律專家 所有的大學 出名的大學教授呢 都自己搞了一個 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說 如何修憲呢 他們提出一個方案 那這次的方案呢 就這個修憲方案 2018年版本呢 就很奇怪 嗯 就是 去年9月29日 即是開十九大之前呢 是習近平個人提出 這個是根據官方媒體的透露 那9月29日 鄧小平 sorry 習近平個人提出這個修憲 那當然 是得到這個十九大的 新選出來的 中央委員會 或者是 政治局的支持呢 因為 大部分 就是十九大選出來的 中央委員會呢 有成半以上呢 都是 習近平派系的 那麼呢 就 也都是 據官媒透露呢 就是 他們將一個 修憲的資料呢 是送了給一些 高港子弟 即是紅二代 或者是一些 太子黨 太子黨 是 那麼呢 雖然呢 這個官媒 就沒有透露 有多少人支持 有多少人反對 但是 無可否認的地方呢 就是說 今次這個修憲呢 只是經過了五個月 由九月二十九號 到到 三月十一號 這個 投票為止 是一個 似乎是 有些鬼鬼祟祟 有些走過牆的意識 就沒有通過一個 很科學化的討論 那麼我們也都不見到 就是中國那些 憲法專家 或者是法律教授 是提些什麼意見 那麼呢 就 另外一部分 是比較突厚的呢 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 這幾天呢 就 人大開會的時候 那麼他就 就 下了很多 一些 無論是解放軍代表 或者廣東代表 我記得他昨天呢 前天呢 就去參加這個 廣東代表的討論 嗯 那麼就 習近平本人呢 首先呢 就是 賣花棧 花香 就是說 這次這個修憲呢 就是 彰顯了這個 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 就是說 是 全黨 全國人 都支持的 但是呢 就這個廣東代表團 參加的團員呢 就似乎是 沒有一個是站出來 說支持的 當然也都沒有人敢 敢敢說反對 那麼 按照我所知呢 就是 習 下去這些人大 代表 分居討論的時候呢 是唯一 當他去到解放軍代表團的時候呢 就有不少軍佬 就站出來 就是說 就是 永遠擁護 終身擁護 一個 這個 習近平主席等等 等等 那就似乎是 會不會是 習自己都有點心虛 就是他覺得 今次那個行動呢 是 是 未曾經過 真是全黨的科學化來討論 那 但是呢 他就 當然是一個 很 很 面子很重的人 那 他呢 正正是因為 今次 修憲是一個 爭論性比較大的 似乎是 爭論性 不少的 舉動呢 所以呢 他呢 就千方一界呢 就確保呢 在3月11號 投票的時候呢 就 如果沒有100% 支持呢 都應該有 98% 99% 那也都有傳聞呢 就是說 我們 香港 就是 有 幾多個 整百個 嗯 就是尊貴的 港區人大代表 36個人大 就政協 我忘記了幾多個 30幾個 那這30幾個 代表呢 就有 不少是有 政黨背景的 什麼政黨 就是 文盟啊 文革啊 那些 香港政黨背景 香港政黨背景 剛剛 11號 投票嘛 有幾個 政黨背景的人 就想 早 坐 早幾來香港 就投票 但是 據聞呢 就不批准 就是說呢 這36個 港區代表呢 就不批准 離開 北京 那我呢 可能 我 小人之心 朵光之風 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 阿習 覺得 都不可以少 這36個 贊成票 要不然 要加零一支持 要不然 可能 本來是 99% 現在變成 98% 他覺得 是不足夠的 慘了 李慧琼 在北京 文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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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主席 在北京 我今天電視只看到他 說話 以前開人大政協 他們往返 經港 很隨便 很隨便 經常下來香港投票 一個星期下來 兩三次 是啊 還有很多話 星期日的投票有兩個 一個是北京 贊不贊成修憲 另一個是香港的立法會 三個直選 一個功能組別 還有很多話 不過先休息一會 人民超市推出3月優惠黃金組合 3月1日至15日 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 買罐裝可口可樂 每罐只是一元 每人每日限買三罐 行河咖哩屋 更推出全新升級產品 野味的黃金咖哩雞 每合500克 只賣28元 加熱即食行河咖哩屋 升級咖哩 何時想加菜都方便 其他激底推介 包括 李潮傳統風味韓油肋骨 500克裝 原價160元 現在只賣98元 挪威煙三文魚 500克 都是98元 紐西蘭鱈魚柳 440克 36元 法國紅雞排腸仔 10條 只賣8元 更多精選優惠 記住親臨人民超市 荔枝角D2店選購 除了買滿300元 即送海底撈火鍋現金券100元 還有神秘驚喜給大家 甚麼是練心術 Sacolacomene這隻字 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鴿 簡單來說 人的成長 就好像古代的練金術士一樣 如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體練 才可以成為最真實 最美麗的自己 在這個節目裏面 我會和大家一起去探討 心理學 社會學 身心靈不同範疇的專業理論 和科學實證 和大家一起去成長 修行修心 列出真正的人生 我是安靜 城寨練心術 本星期日12點到下午1點半 到時見